2021八通关杯全国桌球锦标赛 25、26号一连两天是在玉里镇进行桌球赛事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手参赛 而这一次八通关桌球参赛的队伍 主办单位也特别邀请了嘉义金石建设 北市松山家商、桃园寿山高中等数十队的好手前来参赛 赛事相当的精彩 选手们轻松对打练习准备要展开2021八通关杯全国桌球锦标赛事 这场赛事吸引全国各地好手参赛 玉里镇委会主委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改成邀请赛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嘉义金石建设 北市松山家商、桃园寿山高中等数十队好手参赛 这个八通关杯都是我们每一年要主办的桌球局赛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改变邀请一下 那请全国的好手来参加 其中嘉义金石建设队中特别吸睛 有多名现役成人国手参赛 北市松山家商更是今年亚青代表队的成员 今年八通关杯是历年来最多国手参赛 其中花莲在地队伍彩林航与松山家商现役国手组队参赛 赛事程度精彩可及 我们有邀请最少有两位副以上的国手来参加 然后冠军还有小猪 还有胡花莲呢 在那个习主委的一个代理一下 我们的下一辈的年轻的好手就很多了 这不错的一个现象 八通关杯全国桌球赛主办单位华林县政府 华林县议会争取金贝 协办单位玉里桌球委员会 希望透过举办全国赛事促进地方观光以及繁荣 未来也将继续争取金贝 延续八通关系列赛事 也期盼借由赛事交流培育更多的选手 在未来的国际赛事当中 能够看到玉里的孩子们为国争光 记者高雄雄玉政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